歡迎大家收看喬林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林日誌 今天喬林日誌 今天喬林日誌帶大家來新加坡的Bookies OK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吃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跟我們上一次去那個 蠟筆小新的餐廳是一樣的地方 它是同公司 那我們今天要去吃Spongebob的餐廳喔 那我們就叫佐巴赫 Let's go 一起去吃 仙女 NOW EE 此外 好了 那個夾娃娃雞 還沒有開來 12點 graphical 還是12點 OK,現在是scan看Menu OK,我們scanMenu進來 看到Menu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最後討論了一下 我們主餐這次要點義大利麵 OK,我們現在scanEntry進來了 進來之後你會看到很多桌子 然後每一張桌子都有不同的主角人物 像這個是螃蟹、謝老闆 然後我們今天做到桌子 耶!海綿寶寶 而且全店只有一張桌子 超可愛的,還有玩偶給我們抱 然後後面這個是派大星 然後旁邊這個是謝老闆 他很愛錢,所以他抱了一大袋的錢 很可愛耶,微笑的感覺 然後這邊是他的霸台 墊在上面還有做了一隻海綿寶寶 然後這是他們櫃台 後面是做飲料的地方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樣子 然後這個是賣周邊商品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覺得這和海綿寶寶有點不像 然後好可愛耶,有可愛版的 然後這邊還有賣玩偶、賣書包、賣鉗筆盒 OK,旁邊還有一隻主角 就是我們的章魚哥 章魚哥坐在這裡,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你說的Д邊 然後呢 另一隻只賣海綿寶寶賣 Ver了 個旅程 最常見面一點 現在不少有海綿寶寶 OK,如果你要點水的話,它有送在這邊 OK,因為我們剛剛有點飲料,然後它送我們杯墊 然後它是不一樣的飲料送不同的杯墊 然後我點的Mango,它送的杯墊是這個 然後Panapple Tea送的是這個 Panapple Tea送這個 所以你如果要點飲料的話,要記得點不一樣的飲料 OK,然後它的餐具很普通是這樣子 然後有叉子湯匙這樣子 我的飲料來了 這個是Mango冰沙 好,我們要開動 這個是Mango Pasta 先跟大家介紹這個 芒果冰沙 然後它有這個杯套 然後只要買飲料它會送一個杯的 喝喝看 它芒果很好喝耶 甜甜的 好喝喔 這個會給9點5分,給大家做參考 然後我們還有點一個叫做Panapple Tea 然後你點不一樣的飲料 不一樣的水 它送的杯墊會不一樣 然後Panapple Tea它可以的杯墊是這個 然後它這個也是用 在後面用那個果汁機自己下去打的 它有那種鳳梨的果漿在裡面 然後它用那種冰塊下去打 然後你可以吃到那種冰塊一顆一顆那種冰沙的感覺 不過它的質地跟這種奶昔的那種cream感不一樣 然後我們要吃這個 這好可愛喔 那我求Mimbo Tasta 它好香喔 上面還有一些那種香草在上面 然後它有插一個 對 旗子 然後你吃的時候你可以選擇 把這個牌子 它是一張紙 就是一張紙 然後後面還有一點點的沙拉 然後它上面有一些星星 星星是用起司下去做的 就是 就是星星 然後它還有那種 紅蘿蔔的星星 它應該是用那種食物壓迫下去 紅蘿蔔的星星 好我先吃一口 麵 嗯 好 吃一口麵喔 它的麵還不錯耶 蠻順口蠻軟爛的 然後它是用那種番茄醬 然後有一點肉醬 然後加一點起司末在上面 然後還有一點香料 西西里的香料上面 然後整個味道很香 然後也有起司一點點的那種 起司來上去 吃一下這個 吃一下這個 跟它的麵包 它麵包還蠻扎實的 沒有很油 然後那種油脂感沒有很多 然後有那種肉汁肉汁的感覺 很順滑 然後搭配這麵包麵 超讚 上面還有一點點的那種 起司粉在上面 它也有那種起司粉奶香 這個菜我給9分 給大家就翻烤了 把東西還是拿來 喔 какая呢 arin Мих,要放鈴醬 sanctionelet 用鈴醬料嗎 用鈴醬料嗎 那最後拿給我 這個要怎麼採嗎 這個要打… 那現在我們用鈴醬杖吧 照片在 прод car 那·是 Shopify 他先幫我們加 OK 謝謝 OK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烤 這個是吐司 然後這個是火 然後他說這個是marshmallow 這是marshmallow 中文是棉花糖 棉花糖有用 這是棉花糖有用 這個是餅乾 餅乾也可以烤 主要是烤吐司跟烤的豬 然後marshmallow都有幾點衣服 沒有我現在也是在錄 marshmallow有小花的 還有這種螺旋 還有這種螺旋 還有那些薄荷葉 薄荷葉是裝飾的 所以它marshmallow有三種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marshmallow的串 這樣一整串 這我們最後在烤了 我們先確定這個時間 他好了他好了 我比較會烤嗎 我比較會烤嗎 你比較不會烤 平常有在烤肉嗎 中秋節你們都不吃烤肉了嗎 等一下烤這個 一整串在marshmallow 一整串在marshmallow 烤肉別吃都沒有吃了 因為那是等於什麼 邊吃marshmallow邊吃冰淇淋 它其實是給那種很長的東西 跟餅乾嗎 看到嗎 說冰淇淋 明天要擦一隻牙籤 吃一口看看 いただきます 焦了 有點焦 不要太渴 有點焦 因為中間太強了 中間太強了 我覺得marshmallow應該配巧克力 可是你要放一點冰淇淋在上面 它沒有巧克力 這個可以吃了 太濃掉了 不適合它 它融掉了 真的不適合它 這個不適合它 太大了 太大了 很焦溫的 吃起來嗎 你幹嘛 你幹嘛 它可以跑過回鹽 可以啊 沙 沙 沙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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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變褲河冰淇淋 沙涼 這邊跟大家講它的冰淇淋是牛奶口味的冰淇淋 不是香草的喔 好我來加這個草莓 然後再加一口牛奶冰淇淋 好我們再重烤一份吐司 剛剛試了幾份吐司都還蠻焦的 因為它中間的火很大 然後旁邊的火比較小 然後我們吐司的時候 如果放正中央的話不要太久 然後這是牛奶餅乾 然後放旁邊 不要讓它太快焦掉 然後我們可以用巧克力 然後我們用巧克力在上面加熱 然後巧克力加吐司 然後再畫一個愛心的圖案 再有吐司的上面 這樣有像愛心嗎?不知道 等一下看看囉 然後巧克力也可以加在冰淇淋上面 來來來我們來試試不同的口味 好讚喔 好接下來我要吃這個 就是沾了巧克力的牛奶冰淇淋 然後吃一個喔 它的這個巧克力就是市售的那種 裹吐司的巧克力醬 所以它其實可以淋在冰淇淋上 或者是吐司上面都可以 然後接下來我要試試看這個吐司 我剛剛在上面畫了一個愛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出來 就是愛心圖案 好那我接下來試試看囉 吃一口 它的味道跟在自己家烤吐司是一樣的 只是它這個麵包是比較厚的 跟外面比起來是比較厚的 然後你再加上那個巧克力醬 然後其實就跟自己家烤吐司味道是類似的 好接下來要吃這個Spongebob的餅乾 我們剛剛背面有烤過 所以有一點黃黃焦焦的感覺 接下來我要挑戰 把Spongebob的頭吃掉 好 好我要吃囉 OK 它 它其實這個味道就是 我們平常萬聖節 或者是聖誕節 我們在吃的那種牛奶餅乾的味道 它有一點點的奶香味 然後它厚度是這樣子 然後在上面再印那種 Spongebob的就是圖案這樣子 所以其實味道是雷桶啦 然後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味道 然後我這樣會很殘忍嗎 大家覺得 哈哈 我們現在吃完了 現在餐廳沒有 畫面沒有人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 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影片上傳還會被第一時間通知你喔